好啦 趕快就定位啦 然後我們今天 我們現在要開始上第二課囉 第二課 第二課那個就是 謝士伯恩 廖浩君 也都不會的課這樣子 好不好 因為沒有教過 欸不要叫他太爛好不好 這個很難啦 好不好 欸叫太爛的那個同學 等一下希望你名字可以寫上來 好不好 可以嗎 寫上來就是代表有加分啊 欸有自欺點啦 好不好 欸廖浩君怎麼還沒寫上來 等一下記得自己寫喔 好不好 還是等一下要直接上來寫乘二 這樣好我們來 我們今天的重點啊 其實不是教你們寫程式啊 我們今天早上都在教你們寫程式 讀檔用回圈嘛對不對 那些其實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我們現在要做一個圖像分類模型 好不好 那圖像分類模型它是一個人工智慧喔 好不好 那這個人工智慧啊 其實從數學上來講 它就是一個預測函數 它這個預測函數啊 就是給定一個X然後去預測Y 這個X啊 呃原則上 如果這個你不去設限這個function 它的長相的話 這個X是任意形態 Y也是任意形態 我們去製造一個X對Y的這個映射關係 我現在講的話會不會太數學太聽不懂 哇 點頭耶 聽不懂哪一句話 印射 呃 就是一個 多對一的關係 可以是一對一啦 但是多對一的關係 很多不同的X對應到Y 還原不回去 不一定還原的回去喔 一對一才還原的回去 好不好 那我們現在來做一個簡單的這個 呃就是 等於說練習 就是大家 那個我今天早上已經 reference check過了 大家都學過生物統計 大家都會先行回歸 而且這個高中就已經學過了 除非課綱被改掉了好不好 那這個 先行回歸 就長下面這個樣子 給 沒有畫面嗎 沒有畫面嗎 哎呀你們 一定要提醒我啊 對不對 這個先行回歸就長成像這個樣子 給定一個X 用β0 擷具跟斜率 去計算出Y 這個非常的簡單 對不對 有沒有人看不懂這個式子的 有沒有人 沒有人敢舉手 好我們繼續 好那這個 先行回歸 高中的時候教你們怎麼求解 有沒有人還記得了 來來來 要不要寫 要不要寫名字上來啊 來你們只要把名字講出來喔 你們不用把 你們不用把 蛤 不是不是不是 叫自己的名字啦 不好意思 我是意思說齁 高中的時候 求解現行回歸 是高一的時候喔 就有了解 是高一的時候就叫現行回歸了喔 你們高三才叫微積分 所以絕對不是用微積分解的 把他的數學工具講出來 就寫上來寫名字 高一的時候你們就叫現行回歸了啦 你們高一的時候怎麼求解現行回歸了 極子 極子 一定是極子啦 極子 真的是 蛤 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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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HOT是我們預測值 Y是我們真實值 這兩個之間一定有誤差 我們現在定義一個東西 叫損失函數 這個損失函數以線性回歸來講 線性回歸的損失函數是殘差平方核 我們要找出一個 β0跟β1 讓殘差平方核最小化 這個是我們線性回歸的目標 這可以理解嗎? 那基本上如果是對於一個 任意的這個預測函數 我們就是給定一個損失函數 它預測函數跟損失函數 一定可以結合成一個同個函數 並且產生一個LOS值 我們的目標就是求極值 所以我們要找出一個 一組參數 以線性回歸來講 就是β0跟β1是要求代解參數 找出一組 找出一組參數 讓LOS最小化 所以這是一個極值問題 我再重複一次剛剛的問題 現在你遇到這個問題 第一個直覺反應 所有人第一個直覺反應 就是用微分 對不對? 是吧? 因為你們在高一上課的時候 你們還不會微分 數學老師絕對不可能偷用微分 把線性回歸的公式解出來 所以我的問題只有一個 請問一下 我不是要你們把證明過程寫出來喔 我只要你們回答出那個名字就好了 請問一下 當初數學老師 用什麼工具把極值找出來 代數字 放屁了啦 不是 斜律 你這個 來 你告訴我這個斜律在哪裡 來 雛形 發 發 發 有這麼難嗎? 求極值你們除了微分 還會什麼工具 再數 公式 公式 公式是要求完極值才出來的阿 來 二次函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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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你們答案蠻接近的 要不要修正一下 一人二次 二次 二次 好啦 好啦 我覺得沒有人給出讓我滿意的答案 那個標準答案叫配方法 喔 有上過吧 欸 配方法 欸我一講 你看你們 你們 你們現在學會了微分 都忘記配方法了 這樣合適嗎 怎麼會講 這是什麼一人二次 這種話要講出來阿 一人二次可以求極值 對不對 好 配方法 好不好 欸這個 沒關係我跟你們講阿 我現在上課就是帶你們 稍微回憶一下數學 好不好 培養一下跟數學的感情 你們這些 學生 當初考進來的時候 數學都是十五級分的嘛 對不對 為什麼搖頭那麼快 數學爛車在這裡 數學爛車在這裡 怎麼可能呢 好啦好啦 欸你們現在就知道求極數幾值喔 好 我跟你講喔 下一個問題快出來了喔 下一個問題快出來 好我們現在已經知道了 我們 我們當然知道配方法 好不好 可是阿我們當然不是要用配方法 球啦 我們還是要微分好不好 可是阿 來我們現在來想一下 球幾值要微分對不對 好我們現在 剛剛那個四值的微分 太難圍啦 我們先不要圍他好不好 我們現在來求一個簡單的函數 這個 x平方 加2x加1 這個函數 呃用配方法太簡單了吧 對不對 好所以我們就不用啦 好不好 蛤這個函數你不會用配方法球 x加1 這樣 那個C 減掉 4分之b平方 阿 阿你真的忘記配方法什麼了是不是 好啦好啦好啦 你 沒關係啦沒關係 配方法不重要了啦 忘記就算了 好不好來 我現在問題出來囉 欸 這個問題 這個問題回答出來了 直接上來寫成了 好不好 這個問題很難喔 好不好 這個問題 阿用舉手的喔 不要直接講答案 好不好 這個問題是 我們都知道 微分要怎麼 你幹嘛 你 我還沒問你就舉手了 好好 欸我來問題是這樣喔 我現在知道說 我現在有個函數 這個函數是x平方 這個是函數是任意函數啦 不管 那我們要怎麼求幾值 就是 很簡單嘛 我們先求他的 微分 微分完之後叫倒函數 對不對 倒函數等於0的地方 有幾值 對不對 為什麼 轉折點 來可不可以 剛剛講轉折點 你有舉手的機會 因為所有人都沒有講出來 來 轉折點轉折 怎麼講具體一點 好來來下一個 下一個 下一個 下一個那個 你後面那個先舉手的 好不好來 那個女生 斜律等於0 斜律等於0 會有怎樣 所以 那是這個函數啊 來 斜律等於0會怎樣 斜律等於0會怎樣 斜律等於0會有幾值 為什麼斜律等於0 為什麼斜律等於0 會有幾值 你的答案非常接近啊 可是可不可以講具體一點 讓同學聽得懂 他會改變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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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好啦你上來寫乘2 好不好 上來 上來寫乘2 我跟你講我也不知道 這分數一次加多少啦 大家就是當做好玩就好 好不好 這個我到時候把名單給胡哲明 他加不加我都不知道 大家到時候可以驗證一下 這些人到底分數有沒有比別人高啊 對不對好不好 那個 我根本講件事啦 好不好 用我的標準的講法講一下 韓數微分之後是什麼東西 導韓數是什麼東西 導韓數是描述切線斜律的 韓數對吧 導韓數是描述切線斜律的韓數 導韓數是描述任何一個點 X在任何一個位置的時候 切線斜律的韓數喔 對不對 切線斜律相當於什麼 在物理上面有點像加速度對不對 本來的韓數是速度韓數 導韓數之後就是加速度韓數對不對 加速度等於0的時候代表什麼 代表不會再 不是不要講什麼轉折 代表不會再增加了 或不會再減少了 他是不是就會極限了 這樣懂意思了嗎 這樣可以嗎 不過我覺得剛剛你講出來那個名字 那個 就是那個 玉秀 講出來打眼睛足夠OK了好不好 因為你們對一些 標準的數學定義的講法 不是非常清楚 好 所以我們現在很清楚一件事喔 導韓數 微分之後產生那個韓數叫導韓數 導韓數是 切線斜律韓數 這個我們一定要記住他喔 因為等一下我們要利用他了喔 好不好 好 我們現在有個問題 就是我們現在 剛剛我們要求這個解 來來來我們這裡 我們這邊有一個方橫式要求幾值 我們要求導韓數對吧 我們要求導韓數 我們是不是要分別對β0 求導韓數 跟β1 求導韓數 是不是 對嘛對不對 然後令他們兩個等於0的時候 看答案在哪裡對不對 你有沒有覺得 很複雜欸 有沒有這種感覺 好 不只是複雜阿 而且現在我們的方程式 還只有兩個位之數對不對 如果 我們今天的方程式 有100萬個位之數 我們是不是要解100萬元 然後N4連立方程式 這個解起來會不會太浪費時間阿 你覺得解得出來嗎 欸搞不好你這輩子過完他都解不出來啦 好不好 這樣懂意思嗎 所以我們沒有辦法用高中我們學的 求幾值的方法 在人工智慧上運用 為什麼 因為我們高中 在做預測韓數的時候 我們的預測韓數總是很簡單 就算你看 現在長成這樣子 這是一個很簡單的縫嘛對不對 我們要求的導韓數也是長成這個樣子 這不太好求吧 對不對 還是有人現在就可以上來寫了 對不對 上來寫這個誠實阿好不好 上來有沒有人 有沒有要上來寫 都沒有人喔 欸我好難過喔 你知道為什麼嗎 代表沒有人預期 你知道吧 因為後面就有答案了 哎呀居然他說真的 哎呀真的太難過了 好啦好啦好啦 繼續繼續 好 這個 這個高中的時候 我們總是用這種方法嘛 對不對 求 偏導韓數 剛剛對 裡面有很多個位置數 對每個做 對每個位置數做這個 呃 做這個 微分 就是偏導韓數 對每個偏導韓數 寫出它的連力方程式 這個高中我們常用解法 現在不能用 我們現在要介紹新的方法來求極值好不好 來 我們現在的 新的方法 叫做 T度下降法 這個方法 大部分 在場的同學應該都第一次聽過 這個方法是這個樣子的 我們要求極值喔 我們要永遠的謹記 我們的 導韓數 是切線斜率韓數 好不好 來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我們現在 在一個函數圖形上面 我們隨機的把你丟到一個地方 請問一下 你要往左邊移動還往右邊移動 你知道嗎 試試看 試試看 所以喔 所以你寫了個回圈 然後問他說 你就往左邊看看 然後看他往上還往下 啊往右邊看看 看他往上往下 對不對 嗯 這個方法不錯 這個方法叫 呃 蒙蒂卡羅馬可夫練 MCMC 這樣聽起來有沒有很高級的感覺 好 這是一種演算法 但是這個方法不好 為什麼 呃 呃 不是不是不是 不只是花時間啊 你想想看我剛剛講 是一維空間中 你可以左右試 啊如果有 三維空間耶 是不太好試 好所以說你剛剛講的方法 那個並不是標準版的 MCMC 好不好 標準版的蒙蒂卡羅馬可夫練 呃我們就直接跳過這個方法好不好 因為我不會教這個方法 可是啊跟你們推廣一下 呃我們碩士班的課程 在禮拜二下午五六節上的 呃大概這個學期大概第一 呃我算一下齁 第一 反正期中考過完之後 大概不知道第幾節啊 欸會教到MCMC這個方法 好不好 這個方法很不錯 這個方法有一些好處啦 但是這個方法缺點很明顯啊 就是這個 呃如果高維空間之下 呃要解蠻難的 好不好 來我們來想一下 我們現在 我們不是不會求倒函數啊 對不對 我們會求倒函數 我們現在要講這個是 剛剛啊我們現在隨機的丟你在函數個點 你要往前還往後 你可以參考你當下的切線協率吧 切線協率為正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 呃往右是上升 往左是下降 所以我就要往左 切線協率是負代表什麼意思 往左是上升 往右是下降 所以我要往右 怎麼樣秒 怎麼樣數學描述往左或往右 往左就是減 往右就是加對吧 可以吧 協率為正的時候要減 協率為負的時候要加 所以就是減掉協率 這樣可以嗎 會不會 欸到目前呢 一陣推倒會不會覺得太困難 講得太順了 大家覺得彷彿就是 彷彿就是好像 呃 完全還沒有理解 是不是 沒有關係啦 我們先把式子寫下來 協率為正要 協率為正要把它減掉 協率為負 其實也是把它減掉 對不對 因為你要加一個數嘛 對不對 所以我們的式子 就是 當我們最開始的時候 我們把它 把你隨機丟在一個點 決然說隨機丟在10 這個數字 好不好 隨機 這是隨機丟的喔 你可以丟任何數字 這樣可以嗎 然後接著 你下一步要在哪裡呢 你的下一步 等於上一步 減掉LR LR是一個參數 這個參數啊 我們叫它步法 Lending rate 學習率 在我們這裡 簡單講到步法 也就是我們要 走多大步 或多小步 的一個修正參數 這個數字 我們先不要管它 好不好 這個參數我們先不管它 這個參數是一個常數 有點像萬有一定常數 就是9.8 你不要問我為什麼 這樣好不好 除非你到月球上 好 那這個 接著 導含數 是切線斜率嘛 對不對 我把我的當下點帶進去 代表的意思是什麼 我當下的切線斜率 對吧 所以我每一步 我下一步 就等於上一步 減掉LR乘上 我當下的切線斜率 這樣可以嗎 這叫T度下降法 T度下降法 原理是什麼 我現在隨機把你丟在任何一個點 我就觀察一下 我目前的周圍的斜率 切線斜率 決定切線斜率之後 我就往切線斜率的反方向走 這樣可以理解嗎 那個數學過程 可以嗎 你的眼神有點堅定 呆滯 呆滯 呆滯不是堅定 聽不太懂 沒關係 我們式子已經寫出來 對不對 這個式子 我們要反覆的這個就是 咀嚼 你才容易理解說 他到底長 他到底為什麼長這樣子 但在我們反覆咀嚼之前 我們先代數字 好不好 剛剛所有人 我在問你們怎麼求機子的時候 你們回答我 大部分人都會說代數字 好不好 那我們就代數字 好 我們就代數字 我們剛剛的函數的導函數 是不是2x加2 剛剛那個是x平方 加2x加1 對不對 他的導函數是不是2x加2 可以吧 可以喔 OK 那我們就把它代入式運算吧 第一代的x等於第0代的x 減掉LR乘上 把第0代的x 帶進我們的導函數裡 這是不是我們T度下降法標準公式 可以嗎 上面寫的 可以喔 而且我們 呃有些人不太理解 有些人理解 這樣寫是有深意的喔 好不好 好 接著 LR是一個不符 所以LR是一個常數 我們就代0.05啦 好不好 可以吧 好 接著 欸 就是把10嘛 10代進來 這樣可以嗎 10代進來 LR是0.05對吧 導函數是什麼 是不是2x加2 所以我把10代進來 2乘以10加2 這樣可以吧 2乘以10加2 所以這邊是22對不對 22乘以0.05 是不是1.1 10減掉1.1 是不是8.9 可以嗎 這個操作很簡單吧 這只是加點乘除而已啊 可以嗎 有沒有人對這個 這個第一代 第0代是10 第一代是8.9有問題的 應該沒有吧 下一頁喔 下一頁 這個 那我們再把第一代8.9 帶進來好不好 8.9帶進來 減掉 0.05 這是LR嘛 對不對 乘上 2乘以8.9加2 這是我們把8.9 帶進我們的導函數 對不對 好 得到答案是7.91 1 以此類推 最後你將會得到-1 這個答案 知道為什麼會這樣嗎 掉到一個然後撿不下去嗎 掉到一個凹槽 我們現在再給大家一個加分的機會 不過這一題比較簡單 我們一直往左走 這樣看起來我們一直在撿東西啊 為什麼最後 居然會停啊 水網低處流 水網低處流 這個太有意境了 這個沒有辦法加分 我聽不懂 沒有邪率 沒有邪率 沒有邪率的 這個講法我覺得比較好 浩君你上來寫個乘2好不好 因為你之前本來就有點貢獻了 可以嗎 上來寫一下 這個 因為啊 你們有沒有注意到越減越小 為什麼 因為那個函數圖形啊 隨著往左走 越靠近極直 他的邪率越來越小 對不對 所以減到一定程度之後 他的幾乎跟減0沒什麼不一樣 這樣懂的意思嗎 絕對不是什麼水網低處流喔 好不好 水網低處流 我們要把他的數學過程寫出來 好 所以說啊 這個 踢度下降法是一個好用的工具 好用在哪裡咧 如果現在把你隨機丟在一個點上面 你只要往切線斜率的 反槍上走 你就會減掉斜率 當然要乘上LR啦 好不好 接著 你就會一直找到最低點 對不對 然後 給大家一個加分的機會 再給大家一個加分的機會 這個過程 聽起來很棒 對不對 這個 欸我 我先看後面那 我先 我先用阿語言實現他啦 好不好 我先 再給大家加分機會的時候 我先用阿語言實現他 怎麼了 浩君你想要用腳投票了 啊 沒關係 來我們看一下這串程式法 程式碼 Original function 這是自訂函數對不對 我上一節課是不是有叫自訂函數 這個自訂函數就是輸入X之後 我就給我X平方 這是我原來要代解的極值 的函數 對吧 可以嗎 接著來第二個 Differential function 這個我自己求的啦 就是2乘X 可以嗎 可以齁 OK Star value 這是一個起始值 隨機給的 給多少都可以 接著 Lending rate 我這邊給0.1 Number of iteration 我給1000代 也就是我要持續低度下降1000次 好我一直執行到這裡為止 你看我的resultX 他是 人的 這樣可以吧 接著我要做回圈 回圈 回圈當imesI等於1個時候 我的result 就是start value 這樣可以吧 然後當I 不等於1的時候 就是I等於2個時候 這個就是 第二代的X等於第一代的X 減掉Lending rate 乘上Differential function 我把我的result 上一代的X帶進去 上一代的千千斜率 這一串看得懂嗎?不會寫沒關係 至少看得懂我的意思吧 從頭執行到尾 我們來看resultX的軌跡 你看一開始的時候 它是5 4 3.2 2.56 2.048 1.68 然後最後是不是就到了 7乘10的-9的7次方 是不是跟0沒有什麼不一樣了 我是不是找到極值了 可以嗎? 可以接受齁,好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你畫圓圖 它就長這樣,我們最開始在5 一步一步往下掉 掉到最後幾乎動不了,為什麼?因為已經幾乎 沒有斜率了 這樣可以嗎? 到目前為止,大家理解T度下降法嗎? 好好好,問大家一個問題 來,加分的機會 T度下降法看起來不錯 所以我任何公式 注意我的問題喔 任何方程式 都可以用T度下降法 求出正確的極值嗎? 注意我的關鍵字喔 虛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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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太高深了 我覺得你在亂喊 下一個 廖後君是不是知道答案阿 好啦好啦,上來 我自己幫你寫乘3好不好 哎呀,有一些函數阿 有一些函數是沒有 不過,有很多個極值阿 對不對 什麼樣的函數就有很多個極值 廖後君在我寫乘3之前趕快喊出來一個 3次4 4次4 4次4比較好啦,好不好 廖後君一個 大家幹嘛幫廖後君對不對 廖後君這一次加分的機會就這樣被他碰過了 對不對 4次4比較好啦,為什麼? 因為3次4兩個極值阿 那個方向不一樣 一個要往上一個要往下 所以比較不會弄錯 可是4次4阿 就不一樣了 4次4有兩個往下的極值喔 對不對 正常的是或兩個往上的極值 看你的那個 那個 那個4次4 第4 X的4次方那個向的是正號還負號 這樣可以嗎? 那那個 所以你遇到區域極值的時候 你的梯度下降法會 可能會走到局部極值 就不會再動了 這樣懂吧 不過跟各位講一下 這個問題很難解決 我沒有辦法在這裡教你們怎麼解決 哎呀,幹嘛露出遺憾的表情 我們這個授課內容這裡阿 深度 把它丟到另外一個點 我跟你講你的想法很簡單阿 但現實很殘酷 你要求解的 你可能 你現在是在一維空間求解 你要換個點當然很簡單 當你在一百萬維空間中求解的時候 你這輩子 你換完所有的點都不知道 全局極值在哪裡 這樣知道了嗎? 好 所以說 我跟你講阿 你們剛剛那個問題的解答 在我的收課內容 深度學習理論與實務的第三課 我會address這個問題 好不好 我就會講到局部極值了 有非常多種方法來解決 但是我現在沒有空講 好,我們繼續 現在螢幕還是我的嗎? 現在螢幕還是我的嗎? 我剛剛到底點到了什麼阿 現在螢幕還是我的嗎? 對 為什麼 等一下 等一下 我把它打開來 搞什麼鬼阿 好,現在是我的吧? OK,我們繼續喔 我們繼續 好 所以那個 這個問題就是請大家 就是有興趣在自己看阿 好不好 局部極值是有方法解決的 沒有好方法 但是至少有一些方法 好,我們繼續 好 這個學習率阿 是一個很敏感的參數的步伐 步伐太大的話 他可能會永遠無法收斂喔 大家可以看一下 以剛剛的例子來講 我把這個 學習率 調成 0.98 我這邊自己調喔 0.98 我什麼都不動 我們現在按RUN 你會發現 他還是 很接近0 對吧 可是如果把它調成 2 我把它調成2 會發生什麼事? 喔 球不出來 喔,2成太多了 1.02好了 欸 10的-17 10的正17次方 這個有點大吧 這個顯然不是我們要的極值嗎 對不對 我們極值是0 為什麼咧 來看這張圖 因為阿 當你的步伐太大的時候 你只是說你往反反那走 阿 你走過頭了 你走到另外一邊了 如果你的 學習率太大 他就會存現這種Z字形的方向 如果你的學習率還不到太大的話 他還是會往下走 可是你學習大到一定程度 他甚至會往上走了 這樣知道嗎 所以 這個學習率 這個數字阿 是一個很關鍵的參數喔 好不好 他 大不見得好 大走得快 小 通常比較好 可是小齁 如果你的參數局部集值很多 阿你就很容易 困在很小的局部集值 這樣懂了嗎 這個參數齁 有點複雜 阿 他 我沒有辦法在這裡講得非常清楚 就是 因為 要花的時間有點多 同樣的 有興趣的 參考一下我們博士班的課程 通通都有線上錄影 好不好 我們繼續 大家知道為什麼我很難過嗎 我明明就把 先進回歸 這個導函數怎麼解寫在這裡 居然沒有人要上來抄著答案加10對不對 好 我們來看一下 怎麼求解好不好 這個 先進回歸的預測函數在這裡 對吧 y等於β0加β1 x 可以吧 損失函數乘他平方合 把兩次合併 y號帶進來 是不是就長這個樣子 可以嗎 就長這個樣子 長這個樣子之後 我們現在要來求 這一個函數 我們來 把他 把這個函數求出來 怎麼求咧 我們要用連鎖率 對不對 再給大家一個機會 來上來寫連鎖率 沒有人敢 沒有人敢上來寫連鎖率 真的假的啊 不要這樣子吧 你們 你們危機分是必修還是選修啊 修完就忘了 沒有關係啦 我來寫啦 我來寫啦 好不好 來 連鎖率長這樣 如果我要對個 複合函數為分 F G 等於 等於什麼勒 等於我 先對 G 為分 對這整串 對G 為分 再乘上 G 裡面對X為分 這樣可以嗎 這是我們連鎖率 所以我們 在做線段規的 的時候 我們就先可以把 YH這玩意猜出來 對不對 YH是我們的 這個 IH在這裡嘛 對不對 我們先對YH為分 再對 YH裡面 再對B0為分 這樣可以嗎 這是連鎖率 我在用連鎖率 可以嗎 看得到嗎 可以齁 會不會覺得太困難 沒有人有反應你知道嗎 我的感覺就是 呃這個 你們所有人都放棄了 這個部分 好我們繼續 那 對YH的為分 這個 會不會很難啊 呃這個齁 還要再用一次連鎖率 為什麼 我們要對 這一包為分 就是這一包 先對這一包為分 再對YH為分 對這一包為分 就是2直接放下來就好了 2放下來之後 跟這個2N約掉 所以剩下N分之一 這樣可以嗎 然後接著 對 這一包裡面的 YH為分 會只留下一個-1 對吧 所以把這兩個正負號交換 方向 正負號交換 就變成YH-Y 這樣可以嗎 有點快 回家自己算一下 好不好 我們沒有太多時間 教大家微分 好不好 這個應該是 這個 微積分老師該教你們的 呃 你們如果忘記了 回去問一下大一時候的自己 應該是大一必修吧 對不對 有沒有人 有沒有人 在場有沒有人 微積分是100分的 沒有嗎 我微積分100分很罕見 是不是 我曾經看過 我曾經看過那個 有一個應該是你們學長吧 叫楊詠玉 我曾經看過他的成績單 他微積分是100分 補身好像100分 對啊 我原本以為100分是很容易的事情 看起來可能 好吧 沒關係啦 我們繼續 所以左邊這邊微分完 這個可以接受吧 好那我們對右邊微分啊 右邊這個yhard不就是 beta0加beta1x嗎 可以吧 對這個beta0微分 是不是剩下1 所以就直接丟掉了 這樣可以嗎 所以只剩這樣子 會不會太難 好啦我知道你們一定都會啦 好不好 你們不敢說而已 好不好 回去看一下 我這個過程 應該是不會太難啦 好不好 好來繼續 對beta1微分呢 前面的過程完全一樣 在這裡只剩下X 所以把X放下來 這樣就可以了 可以齁 所以這是我們的 beta0跟beta1 分別的偏導函數 這樣可以嗎 所以T度下降法怎麼求 來 第一 上一代的beta0 減掉LOR乘上 把這個 他beta0的這個偏導函數 帶進來 把上一代beta0跟beta1都帶進來 就可以求到下一代的beta0 這樣可以吧 beta1也是一樣喔 這樣可以吧 這就是我用T度下降法 求先進回歸 這樣可以吧 啊 所以說 其實 求基值好像有蠻多種解法的吧 對不對 高中只有教兩個 配方法好像是國中教的啦 對不對 國中 教配方法 高中教 微分等於0 解連理方程式 我們現在又教了T度下降法 對不對 其實還有更多花式解法 這個 不過我們現在就記住T度下降法 為什麼要用T度下降法之後 因為我們的人工智慧 就是一個數學函數 只是它是一個複雜的數學函數 我們可以用連鎖率 去把它拆解 一定可以求出它的導函數 好這樣懂意思嗎 欸這個過程很重要喔 如果你們發現你們的人工智慧模型 裡面有任何一個部分 是不可導的 就是不可微分的 那這個人工智慧模型 百分之百訓練不出來 這樣知道了嗎 所以人工智慧模型 不是可以亂設計的喔 每一個部分都可以微分 這樣知道了吧 好 好 那我們現在來用IRS 的這個dataset 把它檔案讀進來 這個我來示範就好了啦 並且用它 用T度下降法 來求出 線性回歸的拮据跟斜率 好不好 我們來做一下嘛 欸對了 來 我早上的時候有交代喔 那個 就是線性回歸 呃 雖然大家都說大家都帶公式嘛 對不對 來公式長什麼樣子 站上來 欸 沒有人敢站上來 怎麼了 欸那邊有造洞 來 要站上來嗎 好沒關係 呃 那個我們 我們沒關係啦 記不起來就算了 我覺得那個也不是很重要 好不好 那個跟我們今天課程無關 我們先把IRS的data讀起來 然後來我們來看一下喔 看一下我的 看一下我的東西喔 我把 IRS 我把IRS的data讀進來之後 命令 X 跟Y 分別是他的第三個卡人跟第四個卡人 跟第四個卡人 那現在X是不是一串數字 Y是不是一串數字 然後我今天早上不是說 LM這個函數可以幫助我們 直接求解線性來歸的 跌距跟斜率嗎 對 所以他的答案就是 是-3點-0.3631 跟正0.4158 可以吧 可以齁 現在我們用T度線量法來求解囉 好不好 首先我們先定義 Beta0的導環數長成這個樣子 Beta1的導環數長成這個樣子 SOF SUM就是把它 呃 累加起來 YHOT減掉Y 累加起來之後再除以N LENSE就是N嘛 對不對 有幾個元素嘛 可以吧 這個Beta1呢 YHOT減掉Y 再乘上X 再把它累加起來再除以N 我們來回頭對下 前面的結果 是不是完全一樣 可以吧 YHOT減掉Y 累加起來再除以N YHOT減掉Y 乘上X 累加起來再除以N 一模一樣可以吧 所以這是我們Beta0跟Beta1的偏導函數 我們求出來 剛剛推導出來的結果 這樣可以嗎 我們繼續 我們來實現一下T度加量法吧 來最開始的時候 Beta0就是0 Beta1也是0 然後學習率0.05 持續1000代 做回圈 回圈的過程就是 DI加1代的Beta0 等於上代的Beta0 減掉LOR 乘上Differential Function Beta0 然後Beta0代進來Beta1 代進來X跟Y固定 這樣可以吧 這是上一代的Beta0 上一代的Beta1 同樣的Beta1也是一樣 下一代的Beta1 等於上一代的Beta1 減掉LOR 乘上Differential Function 代進上代的Beta0跟上代的Beta1 對不對 好 開獎好不好 來開獎 結局 -0.362 準吧 看起來還可以吧 可以 血率呢 0.415 基本上跟答案一模一樣 可以吧 這樣你知道了吧 T度加量法也可以拿來求解先進回歸啊 對不對 這樣你們發現了一件事了吧 就是你們統計學 你們上生物統計的時候 你們應該上到了很多統計方法吧 對不對 有一些有公式 有一些沒公式 你們有沒有上過沒有公式的統計方法 露出困惑的眼神 好 沒關係 也許有也許沒有啦 這也不是很重要 我必須跟各位講件事啦 有一些數學方程式是沒有公式解的 舉例來說五次方程式 來 有沒有人 有沒有人現在可以上來寫五次方程式的公式解啊 不要 你不用說上來寫啊 你回去證明一下 對不對 一年之內交給我就可以了 不用一年之內啦 畢業之前交給我就可以了 好 我可以跟你們保證你們一定寫不出來啊 好不好 因為如果你們寫得出來啊 對不對 我先幫你們報名那個數學諾貝爾獎 好不好 所以有很多數學方程式 是沒有公式解的喔 那數學方程式五次方程式都沒有公式解了 統計公式寫得那麼複雜 它一定會有公式解嗎 真的不見得喔 它沒有公式解的時候我要怎麼求解咧 我們就是電腦怎麼求解 T度下降法 這樣知道了嗎 你只用電腦嗎 這非常不負責任啊 電腦是人寫的啊 這樣懂我意思嗎 T度下降法 當然不是只有T度下降法 像剛剛 謝士博講的那個方法 對不對 它 稍微 精確定義之後 再 弄一下之後 有一個叫MCMC的 那也是一個方法 好不好 這個方法很多啦 我們這邊就不一一細講 好不好 但是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喔 呃 T度下降法是一個很好的工具 可以拿來求任意 函數的極值 只要它可導 它只要可導 就可以求極值 那我們的人工智慧 全部都保證它可導 我們就可以用T度下降法 這樣可以了吧 我們現在雖然 我當然不會在今天 這麼短的時間內 親自帶你們解一個很複雜的人工智慧的 這個倒函數 但是你們要知道一件事 只要人工智慧 整個函數可導 那 它就可以用T度下降法求解 你們也會用T度下降法 這樣可以嗎 可以齁 好不好 我們繼續 它的函數圖形 Beta1 在這一個軸 Beta0在這個軸 Lost這個軸 你就會看到 它其實就是沿著軌跡 這樣滑下來 最終就到了 那個全軸極值 好 很幸運的 先進回歸 你不管從哪個起始點 它都會滑到同樣的點 為什麼 因為它是一個凸函數 它不是一個凹凸函數喔 它只有一個極值 就是全軸極值 這樣可以吧 好 我們來繼續 那我們現在學會了T度下降法 這個核心原理之後 下一步我們要使用套件 為什麼咧 因為 呃 我們如果 什麼東西都要自己求為分 這樣是不是有點太辛苦了啊 對不對 以後我們解一個方程式 那個方程式 有100萬個位置數 那我們這100萬個位置數 我們就要分別對它求偏倒函數喔 開什麼玩笑 對不對 所以說我們當然是要用 電腦幫我們解為分啊 對不對 電腦幫我們解為分 我跟你們講喔 我們現在用電腦的任何函數喔 我們可以 我們可以 就是太複雜 複雜到一定程度 我們可以不去 不去做它沒關係 可是你一定要知道原理 就是 今天假的真的沒有電腦給你手算 你有辦法算得出來 我一分你會求嘛 對不對 複雜一點而已 至少當初都考過 對不對 啊 那個T度下降法也會用了嘛 對不對 所以這樣我們就可以用套件了 基本上我們教學的目標就是這樣子 在我們在使用方便的工具之前 我們一定要知道它的原理 這樣懂了吧 好我們繼續 來 載入MXNet套件 載入套件這件事情 我們早就已經會做了嘛 對不對 來 LibraryMXNet就把它載入了 基本上 大部分人現在都已經灌好了 MXNet這個套件 這樣可以吧 好 我們來 我們把這個 喔 我剛剛把那個 IIS給刪掉了 我要把那個XYA叫回來 好 好 我現在把 我現在把這個 我現在LibraryMXNet以後 我現在把這個X 變成一個XArray 這個XArray是一個 1乘以150的一個陣列 1乘以150的陣列 這樣可以嗎 那這個Y也是一個 1乘以150的陣列 XArray就長成這個樣子 YArray就長成這樣子 我現在要用MXNet這個套件 去求解先進回歸喔 它用的原理就是T度下降法 所以它求出來不是精確解 是近視解 這樣可以嗎 不過會足夠近視 這樣可以齁 好來我們繼續 來我們先定義預測函數 在MXNet裡面 定義預測函數的方法 是透過這種方式 首先我們先命令 從一個 MXSimple Variable開始 去命令我們從Data開始 這一行基本上 所有的MXNet 在定義預測函數的時候 都是從這行開始的 不過跟各位講 基本上 你們看不懂 無所謂啦 反正 我今天沒有要教你們 如何去Design 人工智慧的Model 你們今天只要會抄就好啦 這樣知道嗎 你們今天沒有辦法去涉及 如何去修正 人工智慧的模型的樣子 你們只會知道說 怎麼樣 換一筆訓練Data 因為你們會改路徑的嘛 對不對 然後怎麼樣去執行 怎麼樣使用 這樣知道了嗎 好 Data 讀進來之後 我們經過一個Fully Connected 這個Fully Connected 是一個矩陣運算 這個矩陣運算的輸出是一維 所以它是一個現行回歸 這樣可以嗎 會不會太難 我知道一定超難啦 不過沒有關係啦 好不好 看不懂就算了 然後變成FCLayer之後 再丟進我要做Linear Regression 這個Linear Regression實際上就是定義 我的Loss Function 我的損失函數 就是要殘差平方核 這樣知道嗎 當然你也可以把它寫出來啦 不過又更複雜啦 我覺得這樣子虐待你們沒有意思 好我們就繼續 這樣定義完預測函數之後 我們就可以用MxNet來求解啦 我們把這一串複製下來 來 我們把它複製下來 開始創 欸 欸 怎麼會這樣 這樣太不給面子了吧 阿不然 阿不然我把這E給刪掉好了 我來看一下 阿可以了喔 阿那就這樣吧 阿我們這樣就求完了 你看他跑了很多對不對 他就連續做了100代的T度下降 這樣知道了嗎 阿我們來看一下LR model 我們來看一下他的結果喔 他說他的weight weight就是我們的斜率 是0.424 他的BIOS是-0.379 好像蠻接近的對不對 好我們如果覺得不夠接近 我們就把這個Number of Run 再加1000 就變1000倍 我們再做一次好不好 來看 再看一次 我居然要等一下喔 我太驚訝了 這是我的200萬電腦欸 對不對 來看一下 欸好像還是不夠接近欸 不過反正就是在那附近啦 這樣可以嗎 他求了解並不是特別精確 但是是足夠可 是夠用的 這樣知道了吧 我如果要再改的話 我應該這邊改0.05 應該可以再好一點吧 我這邊不要1000了啦 應該500就夠了 再做一次 喔真的是還可以再 Lost還可以再更小喔 好應該 他這個 這個你 這個學習率啊這些東西 就是要再調整啦 T度下降法這些東西很重要的 這樣知道嗎 好沒有關係啦 我們求出來的就差不多了 這樣就可以了 好這就是我們的答案 答案率有不同但誤差有限 所以我們基本上我們是覺得 用MXNet來做T度下降法 是合理的 這樣可以吧 好我們繼續 好那我們現在 在做完這個 LRmodel之後啊對不對 我們現在 這是一個MXNet的model嘛對不對 我們想要把它存下來 並且我們以後要拿他來做預測對吧 這是這個 我們現在訓練這個線型回規當然是沒什麼屁用啊 對不對 可是我們之後要做一個圖像模型之後 我要把這個model也存下來啊 對不對 我們要怎麼把model存下來呢 來看一下這團語法 mxmodel.save 把LRmodel這個物件 注意喔我現在在 我現在在Deep Learning Workshop這裡 我這裡本來已經有了 因為我上一節課已經上過了 就把它delete掉 好 欸我 我把LRmodel這個物件 這個物件是一個 MXNet跑出來的一個 這個model的物件 這樣可以嗎 我把這個物件 存到 存成Linear Regulation這個檔名 並且 它的iteration是第0代 這樣好啊 這個 這個數字你要改多少都可以 好我按RUN之後 注意一下我右邊本來什麼東西都沒有啊 我按RUN之後 東西就出來了 這兩個就是我存下來的model 這兩個檔案就是我的model喔 好不好 好接著我們來做個實驗 我們把這個清空 所以現在LRmodel已經不在了 對不對 我們再把它讀回來 怎麼讀回來勒 LRmodel等於MX 點model.load 把它讀回來 讀回來之後 它就回來了 這樣可以吧 它回來了以後 我就可以使用 predict函數 predict函數怎麼用勒 我們先產生一個新的array 對我們先命令它x等於3的時候 我們想要知道答案是多少 y等於多少 那它就是幫助我們做 來把這個 predict先放LRmodel 我們要用這個model做預測 並且我們要用newxarray 來這個東西把它帶進去 之後我們在這裡放個圖了 這樣知道嗎 然後接著我們就可以預測了 好答案是0.885329 如果把這個數字乘以3 再減掉這個數 再加上這個數字 大概就是這個數字 這樣可以嗎 好這個就是我們的 這個就是 今天下午的第一節課 我們的目標 練習的目標是什麼呢 請你做到這裡為止 全部複製貼上也沒有關係 但是你要 一定要把一個model存下來 你今天一定要把一個model存下來 並且要 懂嗎 你如果不會存model的話 那等一下我們後面 用後面的語法 訓練出一個模型之後 你就不會存 不會存的話 你永遠沒有辦法說 你可以訓練一個 圖像辨識模型 好不好 我們現在開始練習一下